嗨 今天我來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叫皮克大 皮克大 那它又是 我去查書 它是十二支捲裡面的阿福科 那又叫做皮克大 好,然後這個皮克大呢 為什麼要介紹它呢 因為我覺得它比 玉露 還要好照顧 旁邊這些是 玉露 你可以看到這些是 玉露 這邊有一些玉露 那玉露的特色像這個 G玉露呢 它的特色就是晶瑩剔透 有窗 有沒有看到這個 小小的這個就是 一橫一橫直的 這個就叫做窗 然後它強調是晶瑩剔透 玉露 玉露強要晶瑩剔透 那但是這個皮克大呢 你去買的時候呢 你不會看到有什麼 你不會看到有什麼窗啊 很明顯或什麼都不會 因為 皮克大 它不強調晶瑩剔透 所以呢 你不可以問那個老闆說 請問哪一個 比較晶瑩剔透 哪一個比較 透明 因為它不會晶瑩剔透 你再看一遍這樣子 它不會晶瑩剔透 但是呢 它很可愛 為什麼呢 你看喔 它小小的對不對 你剛買的時候會比較小 但是 像我這個已經經過一年多了 它越長越大 越長越高 然後越來越漂亮喔 然後它的漂亮呢 是在哪裡呢 你看它的漂亮是在哪裡 它是像我們小時候那個 摺紙啊 拿一張紙來摺 然後摺出來的花 就像這樣子 所以它是 蠻漂亮 蠻獨特的一種植物 然後越來越漂亮喔 越來越漂亮 剛買的時候沒有那麼漂亮 然後 照顧球的時候越來越漂亮 然後我覺得它比玉露好重喔 因為我把它放在這個 其他植物的下面 有就是前面有遮擋 然後有 沒有直射太 沒有直接照射太陽 這個是折射光 然後它對光線的需求沒有很大 然後它就自己長喔 有時候我還忘記澆水 比如最好是一個禮拜澆一次 但是我有時候忘記澆水 有時候十天 或是兩個禮拜才澆一次 都沒有關係 那我這個有換了 換了盆 那有些人覺得 因為它的根是比較粗的根 所以有些人會把它像玉露一樣 然後用那種青山盆啊 就是比較高的盆子去種它 有些人會這樣子 然後它很漂亮喔 然後你看它有開過一次這個 你看它有開過一次花 然後那個開過以後花件 我把它剪掉了 而且它這個也不 我有濕一些肥 這個緩飾肥在裡面 然後它是不怎麼樣 要照顧的耶 我覺得蠻好照顧 比玉露還好照顧 然後它剛買的時候沒有很漂亮 然後你越那個 越照顧 越養了以後呢 它的那個花的形狀會越來越大 然後就越來越漂亮喔 那對 然後呢 那個它叫皮克大嘛 但是它的顏色有很多種 有的有就是銀色 就是這個綠色上面有銀色 有的有一點紅紅的 然後那個商家 把它們叫很多不同的名字 有的像叫做什麼白銀啊 白雪啊 或是什麼蟒蛇之類的名字 那就是你看它的那個顏色 顏色它這個 我這顆是沒有銀色的顏色 我這顆就只有 這邊有一點咖啡色 這邊沒有呢 沒有像有些有那個銀色 還有的還有這個 中間有點紅紅的 紅紅的 然後呢 我要講一下這個植物 我買的時候呢 是100元 但是呢 我覺得我後來發現呢 它過了一年以後呢 我去市場上看 他們這個皮克大呢 越來越貴 越來越貴 就像有些商家賣三四百塊 有的甚至賣到五百塊 六百塊 它這個皮克大呢 是我最近幾年看到就是 上市了以後 越來越貴的植物 對 因為以前也沒有這麼多人種 然後是最近幾年 才種 但是它真的是非常非常 好照顧 而且非常的漂亮 對 我剛買的時候 我就是買一個比較便宜的 然後種種看 但是我一直種以後 我就覺得 它越來越漂亮 而且真的非常好照顧 然後 而且它 後來就發現 市場上怎麼 越來越貴 越來越貴了 對 這個植物真的很不錯 真的不錯 就是 sum up 就是 給它一個大拇指 就是很漂亮 又好種 然後又好打理 然後種了以後 成就感滿滿 然後推薦給大家 皮克大 好 我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 掰掰 掰掰 掰掰